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仍然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特別在西南風沉降的關係 台東是有焚風發生的情況 首先我們從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主要受到太平洋高暗影響 從太平洋、台灣向西延伸 雲量相對是比較少 最少的地方都是屬於高壓的勢力範圍 我們預計在週末兩天 高壓將會持續的增強 因此環境風會由今天的西南風 逐漸轉為東南風的天氣型態 至於在降雨方面 主要在週六部分 中南部地區上午至清晨 仍然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週日環境轉東南風 在台東、恆春半島 也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週末兩天受到午後熱力作為影響 在西半部地區以及東半部的山區 是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特別在週六 雨是來得更明顯 預計在大海地區 以及中南部地區 以及各地的山區 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也請大家留意午後的天氣變化 至於在溫度方面 週末兩天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普遍高溫預測可以來到32至36度 特別是在台北盆地 以及中南部的近山區 由於地形以及海溫調節不易 容易都是有來到37度的極端高溫 最後提醒大家 週末兩天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也請留意防曬 並且多補充水分 另外在午後 仍然是有發展雷震雨的天氣情況 外出建議攜帶雨具備用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署提供 為了 既然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既然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既然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